大家好,我是艾蒂,又来到了咱们一年一度做设备总结的时候了 去年实际上这个系列视频是没有做的 那今年把这个一口气全都给补上 因为过去两年间我的这些设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还真的挺嘚瑟的 先是卖掉了富士X那个系列 换了尼康的D850 那前不久我又选择放弃了富士的中化服 最近入手了一台尼康的Z7 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会解答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比如说为什么会放弃中化服 为什么没有去选择使用转接环转接其他品牌的镜头 而尼康的全化服对比富士X系列API-C化服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 以及在2023年底我为什么选择购买了一台尼康的Z7 2023年我拍摄的题材仍然是城市风光 对高香素有一定的需求 拍摄8K的延时以及打印大尺寸的照片 所以这个像素就变成了刚需了 城市的照片实际上细节是非常多的 加上环境人造光源是非常复杂的 对相机宽容度和镜头的锐度有着极大的考验 那在选择设备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标准就变得非常的简单明了了 我需要一个高香素的机身 它的对焦系统不需要太好 因为大多数时间我都是使用手动对焦模式拍摄的 那我也不用这个相机去拍摄视频 所以视频功能呢对于我来讲几乎是不会打开的 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电池续航不要太差 因为拍延时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 那中途没电了就很糟糕了 所以最终呢我选择了手上的这套设备 尼康第850呢是拍摄延时的主力机 皮式耐造电池续航可以说是超级给力 差不多一块电池能拍个两三千张吧 虽然这个机身它是属于偏大偏重的 但是加上镜头之后实际上组合在一起是要比中画幅还要小还要轻的 一开始用肯定是不太适应它这个系统的 但是用熟了之后用顺手了之后呢 就会发现这机器宽容度超级的好 也就是说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可以相当的放心 后期的时候呢也会比较的省力 实际上延时摄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 因为它不像我们平时拍摄夜景的时候是可以用包围曝光的 那么延时基本上就是一张出来 拉高光和阴影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呢 就需要这个相机它的宽容度要更好一点 尼康1635F4差不多是12年的一颗老头了吧 镜头本身重量轻便方便携带 画质和气变都出乎意料的让我满意 只是说在阳角咱们拍摄稍微倾斜一点的角度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边缘和四角的即变呢 还是会很严重的 并且画质下降的稍微有那么一点厉害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让我非常满意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平口的镜头 也就是说可以继续使用我手上的100毫米的滤镜系统 那就不用买大的那个150系统了 无论在携带还是在重量上还是在价钱上 都有一个极大的优势 也使用起来比较的方便 这个镜头呢我买的是二手的 但是成色相当的好 现在F卡口去买镜头一定要买二手 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 现在价格基本上就是原来的价格一半甚至于三分之一左右 当年买不起的那些大三元 现在咱分分钟就整一套 缺点呢就是未来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 因为这个系列也不会有新的镜头 甚至可能不会有新的机身出现了 但是这一套我认为未来五年十年可能都很够用了 如果是只拍平面的话 全画幅的宽容度呢要更大一点 虽然卫身度可能看上去是一样的 都是14比特 但实际上在后期的时候发现D850 它在高光的恢复上要更容易一些 所以这也是让我为什么觉得它要更值得依赖一点 那再有呢就是细节的还原 特别是夜景的细节 而APS-C画幅在夜景细节上呢 还是会有非常明显的涂抹感的 而D850的这个长焦细节呢 相比较还原起来呢可能会要更好一点 那这样在后期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大的空间了 尼康Z7实际上它的画质和宽容度 我认为和D850是非常接近的 我暂时还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对比测试 因为这两台机身我暂时目前是没有相同焦段的 所以也不好去做一个更详细的对比测试 但是通过平时的使用来说呢 我觉得确实没有感觉到它和D850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但是它的优势呢是带了机身防抖了 所以会比D850在应用的场合上呢多了一些选择 它的缺点呢是内存卡是个单卡槽 相对来讲呢就会稍微有那么一点风险 但是如果是作为这台相机的背机来用的话 我认为问题不大 尼康Z系列的100-400 没有去买那个180-600 其实也是因为体积有点吓人 差不多那个得这么长吧 所以包还真不一定能放得下 而这个镜头实际上它的重量比它看上去要轻多了 它看上去实际上是大暖胡子的挺大个的 但实际上要比看上去要轻很多 所以在日常携带甚至于背负旅行 可能都会比更长焦的镜头要更轻松一点 所以目前在城市里使用这个焦段呢是相当足够的 尼康Z100-400唯一能够吐槽的地方就是这个遮光罩 这质量也太差了吧 完全配不上它的这个价格身段啊 总有人问我这个橙色的快装板 我确实超爱这个颜色 这个呢是一个英国品牌叫做 3-Legged Thin 三条腿 它这个Z7和Z6 一代二代的这个快装板是共享的 所以如果您是这个机身的话 那么这个快装板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现在好像不太容易能够买到了 所以我这是逃了一个二手 先来说说为什么离开富士中画服吧 画质细腻 没得说特别的棒 我特别的满意 特别的喜欢 这也是让我非常纠结 舍不得放弃掉这个系统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但是在高感光度的表现上呢 稍微的和我预想中有一些差距 可以说不是特别的理想 没有那么的干净 那么中画服的缺点呢 一个是重量 机身不重 但是它的镜头实际上都是非常大 非常重 最小也是82毫米口径的 超长焦的选择上呢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那它现在目前就只有100-200和250的一个选择 而250实际上它等效出来啊 200都不到了 然后呢 它的镜头跨度实际上也是比较短的 像我使用的45-100 它实际上只从35跨到了70多连80都没超过 所以说单个镜头它的焦段跨度是非常短的 那如果咱们想一次出门带一个跨度比较大的镜头焦段 比如我想现在从16跨到400 那我可能带仨镜头就行了 但是如果是中画服的话 可能三五个都搂不住 并且可能还都没覆盖上 虽然说前不久富士公布说它即将推出中画服的超长焦 但是我估计啊 这个重量和它的价格都会是分量十足 那实际上为富士长焦端发愁的这个时间段里边 还是想了很多弥补方案的 比如说转接环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用转接环转接其他品牌的超长焦镜头 放在中画服上 可以实施 但是效果非常之不理想 首先画质极差 和我想的预期的说实话差很远 细节表现的我认为真的是太肉太模糊了 而最关键的是它不可去掉的硬按角 这个画面是我当时使用 适马180-600这个镜头 放在我的50s2上拍摄时候的一些记录画面 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按角 随着变焦到更远的焦距 它的按角就会变得越硬 那像5000万像素的GF50s2 它最终裁出来之后 可能还不如D850的像素要多的 当然打开它的35毫米 也就是全画幅的模式之后 这个按角就会完全消失 但是呢这个照片的像素呢 也会丢弃了很多 那同时它的画质仍然不够理想 细节仍然不够细腻 也就是说和富士原厂的镜头 那个画质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比的 而焦段实际上仍然并不理想 因为这个焦段转接到中画幅之后 它是等效要乘以0.8的 所以600毫米最终呢 我就只获得了一个 480毫米的等效效果 那很显然 这和我预期的相差 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最终呢 我没有采用转接环的 这样的一个方案 实际上在这个接骨眼上 去选择购买Z系列 我觉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 略显尴尬 但实际上什么时候买都尴尬 首先Z8和Z9它的这个体积和重量的都是比较偏大的 而我在选择背机的时候就不想再找一台更大的机身了 而它们的对焦系统呢 其实对于我来讲稍微的有一点过剩 因为我都是用手动对焦模式 所以呢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 再者呢 Z7 III我猜测它应该是明年4月上市 那现在距离那会儿还有半年呢 说实话这两年看这个设备 其实对那个状态是有点疲惫的 并不想每天在那儿巴着新闻看 什么时候出新的了 要不要升级等等 所以说呢就只看眼门前 哪个能选 那咱们就抓一个 而现在这个时间段去买这个Z7 II 全新的又有点不太划算 它全新的价钱现在是2500 二手是2000 实际上还是稍微的觉得心里 有那么一点别扭 特别是新机器马上就要推出了 所以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 它的一代 没发现其实这两代之间 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 单卡槽和双卡槽的区别 那当然其他方面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啊 而只是我在乎的这几个点里边呢 我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 特别质的飞跃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Z7还是可以去选择的 那刚好呢上网一刷就刷到了一个二手1299 这成色呢外观看我觉得还挺新的 应该是原主没有过度的使用 至少没有什么磕碰的痕迹 回家查了一下呢 这快门次数是6331 哎确实还挺新的 而这个价格呢我也觉得挺合适的 所以说呢我就把它给拿下了 而实际上最主要的是 其实是预算还是有限的 并不是说我花多少钱都行 因为还是要把这套中化服卖掉之后 用它的这个钱来投资新的一套系统 因为作为职业摄影师 我后来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不要无限的去投资设备这一块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要花钱的地方 设备只是我们用的一个工具 那么如果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呢 咱们就要找性价比最高的 中化服这一套东西卖出一个价格呀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我玩摄影这么多年 卖二手设备从来没赔过这么多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买这个中化服呢 真的是慎重考虑一下 我建议大家就是从二手开始考虑起 镜头和机身尽量都买二手 成色好的我认为还是有的 比如说我卖的这套 它就超级的划算 我觉得跟全新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用的都非常的仔细 所以中化服卖掉这一套呢 就刚好换了Z7这一套 价钱呢也就刚刚好 所以也就不骂街了 之前国内的那个中化服降价门 那个事件我觉得真的是 虽然说我这边没有这个打折的优惠啊 但是听到这个消息 确实还是让老用户心里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不爽 嗨 得嘞 反正这套已经出手了 新的一套咱也都入的挺开心的 就得了 少骂点街 多拍点照片 吴槽闲话 咱们就先聊到这吧 这次的这个年度设备总结的视频 我怕太长了 大家看着没耐心 我就把它给分成三个部分了 今天呢 这一集咱们就只聊相机镜头这一块 那接下来呢 我会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呢 分享我的背包 滤镜 三脚架这一块的设备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艾蒂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